今天我们来讲一讲 怎样用MyTax 来申报你的个人所得税 尤其是有一个部分我要特别说的 就是国外的收入来到马来西亚 要不要给Tax 还有这个部分要怎样去申报 这个视频也会有一点长 所以等下你们可以直接在文贴里面 找你们要的时间点来跳即可 第一章次我们要讲的 就是如何去申请我们的税务的代码 税务的代码很简单 你只要去到 MyTax.hasil.gov.my 点击这个e-daftar 然后在e-daftar那一边呢 type of taxpayer 你选上individual 个人把你的IC number填上 如果你是外籍人士的话 就是passport咯 把你的email电话号码 还有这个安全码填上 然后按sert 因为我自己已经给Tax很多年了 然后我附近的家人都给Tax很多年了 所以我没有一个sample 来给你们 跟上一次的视频一样 我会展示你们这个官方的指南 供你们参考 那如果在我们设想过后 找不到这个text number的话呢 它会出现这个e-daftar 你只要点击e-daftar 把这一面的东西填上 包括我们的个人的名字啦 你是哪个国际的啦 男还是女啦 你的性别填上啦 然后你到底结婚了没啦 你的date of birth 还有你的住家地址写在这边 包括你的电邮 然后按sert保存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如果你现在工作的话 你必须要把你的工作的一些资料填上 包括你在哪里工作 包括你的工作是几次开始的 还有雇主的资料也要填上 这个在part B part C呢 如果你是一个独自企业的话 那你们可以填上你的独自企业的资料 包括独自企业的地址 营业的地址都可以保存 那如果你们跟这一项完全没有关系的 你们只是打工一族 可以不用管它哦 part D呢 是我们的另一半的资料 同样的 如果你还没有结婚是单身的 你也可以不用理它 那如果你已经结婚啦 现在你要填上你的另外一半的资料 你可以填上他的text number 他的名字 还有几时跟他结婚 或者是几时跟他离婚的资料都可以哦 它可以add spouse 表示如果你有四个妻子的话 你可以都把它们填上 part E呢 是雇主的资料 这个呢是给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独自企业 如果你们申请独自企业的话 同一个时间也要申请雇主的这个账号的话呢 你们可以直接在这边也一起申请 如果你们不是自雇人士的话 你们可以不要理这一块哦 part F呢是你的 legal representative 表示如果说有一些意外发生 然后有一些代表要帮你注册的话 他们就用part F part G呢也是一样哦 就是那个人去世了的话 他们找一个代表来申报 那个就是part G 如果你跟这些都完全没有关系的话 你们可以都不要理他哦 part H呢是税务代理啊 如果你们有请一个税务代理来帮忙 处理你们的税务的东西的话呢 你们可以把这税务代理的资料填上 那大致上如果我们是税务代理的话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做的啦 哈哈整份都是我们做的 所以你不用太担心 好最后呢就是要上载你的文件 这边的文件啊 当然我相信就是你的一些IC啦 或者是passport啦 或者是个birth cert啦等等啦 然后呢你就可以按nex 保存 然后make sure你的资料是对的 然后选上你的名字 填上你名字或者是你代表的话 你就填上代表的名字 然后保存 保存完过后 你就会收到这一个acknowledgement slip 这个资料哦 你只要把这个资料打印出来 然后保存即可 相信是三天内会得到一个答复啦 三天working day啊 所以到时候你们就用这个reference number 来查看到底你们有没有 拿到这个税务的代码 好现在我们进入第二个章次 就是如何申报你的税务 那如何申报你的税务 今天我们讲的是打工一组 所以打工一组 你们在二月尾的时候 照理应该会收到一个form EA哦 在EA form里面会列下 整年所收到的薪金 包括你的花红啦 包括你的一些食物利益啦 包括你收到的一些薪水啦 都会出现在这个EA form里面 在form EA里面会有分成三大区块哦 第一个部分就是part B 第B的部分呢 就是你所收到的这些薪水 跟薪资的资料 这个是要课税的 你再下去呢 就是去到part D或者是E啦 那两个部分 你就会看到有一些减免是你可以claim的 包括Soxo跟EIS啦 包括你的EPF是可以claim的 F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豁免的一些薪水 或者是津贴 那些是不用缴税的哦 表示那些呢 可以不用列在我们的 等下要讲的form BE里面 好 首先回到去 mytex.hasil.gov.my 首次登录的朋友 当你们key in了IC过后 按Send 系统会跟你讲 你的Digital Certificate 并不存在 那它会有两个选项给你选 第一呢是ECP55D 第二个是KYC 用Face Identification Number 建议可以用CP55D CP55D呢 会跟你讲一些基本的资料 包括你的名字啦 你的IC啦 你的税务代码啦 还有你的地址 电话号码 电邮 有确认是你 过后 那它们就会 Active your account 给你一个Digital Certificate 过后呢 你就可以创建自己的密码 然后开始登录了 登录过后 你可以去EZ 然后你可以选择EFouling 然后选择EBE Year of Assessment 2022 那在这边 跟大家澄清 今天所讲的视频呢 是针对我们马来西亚的税务居民 表示你已经在马来西亚 有至少超过182天的朋友哦 那如果你们在马来西亚 少过182天 那你们就是非税务居民 非税务居民的话 你们要选择的就是E-M 就是非税务居民的报表 所以今天我们会讲的是B-E 所以你按B-E YA2022过后 你可以选择2022 那如果你们是 From-EM的话 就是下面的那个选项哦 接下来就会进到 这个申报的页面 它会分成五大页面 所以你看左边的12345 第一面呢 是会跟你说你的个人的资料 包括你的passport啦 包括你的IC啦 包括你已经结婚了没 然后你结婚的热期 还有你的老婆 或者是你的老公的资料 可以填上这一边 好像这个核东式 这个是它的IC 所以要填上 然后按保存 在左边你会看到 Jenice Daxera 就是申报的类别 申报的类别呢 就会有说到 到底你是跟你的老婆一起申报 还是跟你的老公一起申报 还是你们各自申报各自的 如果你们是 各自申报各自的话 当然会有好处哦 因为你们个人 都可以Claim 9000 如果你们放在一起的话 只能Claim 9000 分开的话 各Claim 9000 所以总共可以Claim 18000 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分开申报 最后一个选项呢 是另外一半是没有工作 或者是没有课税的收入的 你们可以选择最后一项 第二个页面 就是我们的一些其他的资料 包括电话号码 包括你在哪里工作 你要把这个工作的 那个公司的e number要填上哦 然后他的电话号码 税务有没有公司帮你承担 最重要是你在外国 有没有银行户口 没有的话 你就可以写没有 好 再来呢 就是他有问你 到底你有没有售卖产业 如果你有售卖产业的话 那你在这边写有的话呢 那接下来就是会问你 到底你有没有跟 我们的税务局申报 有的话你就写有 没有的话就写没有 然后接着呢 就是填上我们的地址了 填上了地址过后呢 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你有没有 去索取一些津贴 那没有的话 你可以不要管它哦 因为大致上 我知道都不会有人去claim 除非他是 好像说 可能一些运动员啊 他们有一些 破免的津贴啊 那你可以写在这边 好 第三面呢 就是最重要的那一面 就是你的收入的来源 那在这边可以跟大家说的 就是你的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 总就业收入 就是你打工一组的就业收入 这个你们可以参考你们的 EA form 如果你们过去在一年里面 有跟不同家的公司打工 或者是你们可能前半年 跟公司A 后半年跟公司B 那你们可以在这边 第二哦 写Belangan Pengajian 你们可以写二 就业数量有两个 或者是你们一次过 打两份工或三份工的 那你们都可以写上二 或者是三 再来第三个选项 就是我们的 租金的净收入啊 这边呢 就有讲到我们的净收入 包括claim了 所有可以claim的支出过后 把这个净收入填在这边 好 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其他的收入 包括我们的一些 interest income 如果他不能豁免的话 包括我们的一些 royalty income 等等等等 或者其外的 commission income 都可以放在这边 好 今年的2022年的 BE form多了一个选项 就是这个 国内收到的外国收入 这个要怎么填 那这边要注意的 就是这个column 是说到 国内收到的国外收入 然后是要课税的 那如果你们一直以来 都有跟着我们的话 也有上我们财税战略的话 就有听到我们有说到 我们国外收入到马来西亚呢 个人的收入是可以豁免的 没有错 除了一些商业收入 所以商业收入是不能豁免的 这个部分是针对不能豁免的商业收入 有的话你填上 你就会拿到这个 aggregate income 如果你们是有去 claim一些 好像我们讲 injil investor injil investor 就是你有去投资 然后有特别的税务津贴的 你们可以填上这个 belabo mongkin 没有的话 你们就可以去到 我们的这个捐款 你们可以填上 最批准的捐款 这边有很多种不同的捐款 你们可以填上 然后填上过后 他可以拿来扣你的 客税收入 同样在第三个部分 你会有很多个不同的 tax installment 我们讲 就是我们过去 我们先缴还的这些税务 包括我们的PCB PCB就是我们每一个月 被扣的那个预付税 包括我们的CP500 如果有的话 不过这个是FORMBE 通常不会有CP500 包括 如果你们是 拿着Commission Income 有重比holding tax 两个percent的 都会出现在这边 不过如果你们是 收到CP58的话呢 大致上会当成是商业收入 你们可以选择报FORMBE 所以我的个人看法 会出现在这边 通常就是PCB而已 如果你们是大工一族 接下来就是有一些 过去的一些就业收入 没有申报到的 你可以填在这边 然后呢 就是最后一个部分 也是一个新的东西 就是国内收到 国外的收入 不过是豁免的 包括你把外国的钱 带回进来啦 或者是你在外国 赚到的钱啦 会到来马来西亚啦 这些都必须要填在 这个部分 刚才我们讲到嘛 前面那个部分呢 你们是要缴税的 这个部分呢 是豁免的 所以你们只要申报 就可以了 然后随后就按保存完成 好 接下来呢 就是最大的这个 第四面哦 它就有说到 你所可以Claim 可以索取的一些 减面 那这边减面有太多种了 我们过去也做了 很多个视频 讲了很多种减面 我们也做了很多个 Summary 就跟大家讲 有什么减面 大家可以自己去参考那些图 然后自己填上 大致上可以讲到的 就是孩子 姐妹2000啦 如果他在读大学 就8000啦 如果你有照顾你的妈妈爸爸的话呢 看医生的费用 可以Claim上8000啦 然后你去做身体检查 可以Claim上1000咯 如果你买电脑啊 手机啊 或者是平板电脑 可以Claim2500 然后有额外的 一些2500可以Claim 包括你去租场地 运动器材 也可以Claim 包括你的 本寿保险3000块 还有你的EPF4000块 还有你的这个医疗保险 额外的3000块 这些都会出现在这一边 我就不浪费时间跟大家多说了 你们可以自己去看看 好 到了最后一面 第五面呢 就是计算你的课税的收入 还有你要缴的税务有多少 那这个Summary 他算了过后 会跟你讲 哦 好像这个Dick Example 你要给多595块半 那确定全部资料是正确过后 你们按继续 然后把这个Draft Print出来 Check了过后 你们可以去申报了 那申报了过后呢 他会给你一个Sleep 你就拿这个Sleep保存起来 非常重要哦 以后要借钱啦 贷款啦 买屋子啦 买车啦 都要看这一张东西 非常重要 Summary了过后 当然还要付款 还没有完 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去付款 你们可以去到 Buyahassale.gov.my去付款 在这边还有两个选项 一就是 你可以用你的税务号码 来填上 然后付款 或者是你可以用第二个 就是用Number Bill 你的Bill number 账单号来付款 如果你们不知道账单号怎么找 或者去哪里找 不用担心 你们可以用第一个选项 现在还是可以接受的 不过要填上的时候 不要填IG 因为他找不到 要填上SG 或者是OG 你就会看到你自己的税务号码出现了 随后就选择Amount 然后这个个人的话就是084 你的Code是084 然后你的那个 insorment number 是99 填完这个insorment number 跟99过后 你们就可以按FPX 去付款了 好 付款过后 记得要把这个receipt 印下来 你的税务的任务 就已经完成了 谢谢大家 那还是有很多同学问我 诶 宋ary已经跟我们说了 怎么去申报BE 还需要找一个税务代理来申报吗 当然税务代理的 这一个责任是非常大的 无论是我还是其他的税务代理 他们都有一些质责 要把你所给他们的资料 一定要做对 一定要check 好好 然后最重要的是你的减免 到底有没有claim多 claim少的 包括你的租金收入 那些支出是可以claim 那些不能claim的 他们都要一一的把你核对 跟check清楚 才可以帮你申报 当然税务代理还是有他们的一些责任 还有他们一些专业的地方 来确保这些资料 全部是正确的 虽然说马来西亚是走self assessment 可以自己申报 不过有时候我还是会建议 同学们可以考虑一下 给税务代理去帮忙处理 这样子就万无一失了 所以有需要到税务代理服务的 可以联络我们 或者是可以联络你们自己认识的 税务代理处理哦 那我们就下一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 拜拜 对的对的 要跟你们说 其实这个风这边有一个很阴险的东西 也就是下面你们有看到很多秘密妈妈的字吗 是不是很复杂 很不想